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是因为美国的滞胀风险升温 减低美联储降息预期 港股五连涨五天来累计上涨超过了1400点 北向资金在星期五净流入224亿元 创下新高纪录 4月26号下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习近平表示 中美两国应该要做伙伴 而不是当对手 应该要彼此成就 而不是互相伤害 应该求同存异 而不是恶性竞争 应该言必性行必果 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习近平说 他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三条大原则 既是过去经验的总结 也是走向未来的指引 接下来继续关注的就是美国美联储 因为美国的经济数据使得美国现在滞胀风险升温 影响最大的就是日本的金融市场 尤其在日元汇价方面 那么日元汇价在星期五跌到了将近157对1美元的水平 来看一下最新的情况 日本央行维持利率不变 尤其也上调了这个财年的通货膨胀预测 日元在星期五跌破156的价位 在星期五的时候曾经遞见156.82 效果回到了156.5的水平 一天之内跌了将近0.7% 主要是因为经过一连两天的议息之后 日本央行星期五一如市场预期宣布 维持短期利率目标在0到0.1里的趋金不变 会后的声明当中删除了每个月购买大约6万亿日元公债的说法 日本央行表明会按照三月份的决定购买债券 在最新的季度预测中 委员会估计2025财年的核心通胀率1.9% 比1月时估计的1.8%要高 随着当局预计未来几年的通胀率将保持在2%的附近 预期日本央行可能会在今年稍后时间会进一步提高借贷成本 央行的季度报告预期宽松的货币环境会持续一段时间 并从稳定可持续实现物价目标的角度 制定符合经济通胀和金融形势的货币政策 报告又提到随着收入和支出良性循环逐渐增加 日本当地经济会继续与高于潜在成长率的速度增长 但前景仍然存在着极高的不确定性 而之前日本央行长直挺河南表示 日元长期一批弱的可能性不是零 也推低了日元 由于日元会价在星期三星期四都跌到了155以下 使得市场认为差不多到顶了 那么最说这个在香港方面 新岛日报就去看了一下好多的找换店排长龙 有人一次对了400万日元 其实大概就是20万港元左右 估计一方面可能就是日元低码可以去日元去日本去旅游 但一方面也看看就说日元在对最近是不是有反弹的机会 结果没想到在星期五的时候 日元继续跌到了156以下 日元持续的下跌 日本的通货膨胀压力在上升 有分析就指出 随着日元走软加剧了当地的通货膨胀 而美联储更高更久的基调会使得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更难处理 也就是日本央行会感到更大的通胀压力 日本央行如何看到日元的贬值呢 其实决定权并不在他们身上 最主要是看美国 日元一下扁到将近157的水平 现在大家看的就是160了 不是158 所以它其实凸显了 日本央行其实是不负责任的 为什么呢 就是现在看到 因为你进一步扁 可能有通胀压力 那么日本本身工资也涨上来了 它应该尽快让这个货币政策进入一个正常的区间 而不是还是刚才说的 什么量化宽松继续下去 但日本央行有自己的考虑 因为日本经济现在好不容易有点起色 连续三个失去的十年 如果说这个时候加息 把它又给打回去了 怎么办 这可能是日本央行最担心的 但是呢 你不这么做 它的货币就不停地往下扁 但是日本还是有足够的工具 来干预货币的 它不干预 这样就出现第二个难题 对亚洲其他地区来说 现在整个通偏的都在扁 当然扁的时候 这些它可能会增加出口 但是呢 如果说哪个国家 它的外汇储备方面有压力 它就可能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1998年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恶性的循环 所以第三个 人民币的汇率 这个时候成了一个中流砥柱 人民币它没有跟着扁下去 因为人民币它的利率和美元的利率 也是相对比较大的 所以这个时候也有人预测 如果人民币扁百分之五 那整个亚洲的货币哗啦就全垮了 它就可能会形成新的一场金融危机 所以这一连串的情况 日本央行的决策者必须看得清清楚楚 我们待会会再仔细看看这个部分 最主要是扰动这些外汇市场 是来自于美国最新的经济数据 比如说首季度的经济增长 大幅度放缓 低于市场的预期这个增幅 另外主要的通胀指标在上升 这都使得美联储到底是要加息 还是要减息左右为难 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 滞胀风险仿佛在升温 美国最新公布的首季GDP 国内生产总值按季升1.6% 比市场预期的2.5% 还有去年第四季度的3.4%要低 显示经济增长显著放缓 而第一季度的个人消费物价指数升幅 PCE也是按季升3.4个百分点 核心CPE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3.7% 这打击了投资者对经济朝向软着陆的信心 加上科技股公布业绩之后股价下滑 美国股市星期四早段大跌 道指曾经跌超过700点 收盘的下跌375点 纳指还有标普外指数的跌幅 也都在0.5%上下 美国到底是不是出现了滞涨了 这是美联储最关注的一件事情 因为对美国经济来说 比通胀更令人担心的可能是智障时代的来临 下个星期美联储就会再次召开议席会议 这时候来自于施奈德的经济专家就说 究竟是控制通胀为主要目标 还是提振经济增长为优先对策 是当前联储局制定政策面临最大的挑战 They're looking at two doors right now Door number one is cut and goose inflation but possibly saves the stress on the economy Door number two is raise control inflation but create a recessionary spiral And that's the doors they're looking at Which door they decide to open I don't think they know 记得在上个世纪70年代 美国曾经一度陷入大智障的泥脑 越南还有中东冲突 导致美国面临能源危机 航运中断和赤字支出激增等等的影响 现在好像也出现类似的情况 比如说以哈冲突 使得美国的大学又在抗议示威浪潮在升温 跟当年抗议越战的情况是差不多的 那么在这时候呢 市营也提出了一个警告说 中东冲突的升级 恐怕会使得油价冲破 100美元 如果真是这样 就会破坏抗通胀的进展 中东紧张局势在这个月初的时候 曾经出现伊朗跟以色列 一度爆发冲突 越来越恐怖的渊源 那么当时呢 对云有供应可能中断的升温 的担忧也在升温 还好这个局势控制住了 而市电银行就说 居高不下的大宗商品价格 可能会使得各国央行推迟降息 美国跟70年代的那个时候 好像有很多类似的局面 滞胀风险正在升温 对美国的官员 比如说美国的财长 耶伦他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其实最重要就是 这些都会影响到美国总统拜登 在11月份的连任 会不会也受到这个影响 拜登一直希望经济能够帮助他 在11月份的选举冬的时候 能够超过特朗普 但目前美国借贷的成本 仍然处在23年来最高水平 相关的降息希望 星期四受到了打击 我们刚谈到这个数据 包括了通胀在上升 而美国财长耶伦就淡化了 美国第一季度的经济成长报告 认为美国的经济表现良好 通货膨胀最终是会消散的 他在星期四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 有信心美国经济走在通胀下行的道路上 从而使得美联储有望 在未来几个月之内能够下调利率 美联储现在维持高利率 很多的货币都在贬值 所以耶伦也回答了将军的问题 他承认美元强势和其他国家货币的走势 出现了分析 但他也认为如果要干预会市 是非常谨慎的 他说干预会市应该是为了应对 过度波动的罕见举动 并且干预的过程应该要事先咨询 所以整个来说 现在的情况是美联储一定必须也只能够推迟江西 而现在亚洲又或面临的货币贬值的情况 亚洲央行面临左右为难的局面 日元在贬值什么时候会到达160 还有韩环最近也在跌到了这个历史的低位 人民币的跌幅会是如何呢 我们看到人民币的会降到在今天还是上升了八个基点 那说到这个美国的货币政策 还有美国的经济整个来说呢 现在通胀还是相对有压力的 美国的利率还是比较高 对于拜登的对手特朗普来说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攻击的借口了 那首先是有个消息 华尔街日报说 特朗普的盟友正在制定削弱美联储独立性的计划 说这近几个月 特朗普政府的前官员和特朗普的支持者 讨论了一系列的建议 从渐进的政策变化 到总统本人应该在利率制定当中 发挥作用的长远主张 不一而足 说呢 特朗普的一群盟友编写了一份大约10页的文件 概述了对美联储的政策设想 这些人的工作非常隐蔽 总而言之 就是他们认为 如果特朗普再回到白宫 他在制定利率政策方面 应该扮演一定的角色 25号这一天呢 特朗普在出庭应讯的时候 就向记者说 美国最近多个经济数据欠佳 是总统拜登的政策导致这样错误的情况 总统拜登的政策 特朗普说 美国第一季度的经济 国内生产总值1%点落的增长 相比上个季度增长幅度有所放缓 他也看到了有关经济数据的前景 特别指出 拜登让美元失去作为世界标准的地位 就像国家输掉了一场历来规模最大的战争 这是耻辱 特朗普说 最近民调显示 共和党的支持度在多个摇摆州份 以至于全国都在上升 他甚至看好共和党在民主党票仓纽约的胜算 为什么美国的经济放款通胀还在升温呢 我会来分析一下 特朗普在这个结论上说的是对的 说这个经济数据不好 是拜登的错误经济政策造成的 他错在什么地方 错在过多的财政刺激 过多的补贴 所以像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年会期间 耶伦他本身是要包装两重话语 第一就是拜登的经济政策带来了美国经济的强劲 给了全世界帮了一个大忙 所以戈尔基亚瓦也是跟着他做的 说因为美国上去了 所以我们就调高了全球增长率 但是这个时候出来了数据 就是通胀很高 3.7 而且还有向上的趋势 到了这两天又变了1.6的增长率 那么另外一个耶伦想输出的话语 就是中国在输出过顺产能 本来他是用这个过顺产能的理论 把整个春季的年会形成一个共识来针对中国 包括西方国家 包括来参加巴西 印度这些国家 这些国家的行长和财长 但是因为通胀数据非常高 大家突然就把矛头转向他了 转向他什么呢 就是你的过度的财政刺激 它过度到什么程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副总裁 首席经济学家 戈平纳特就算了 今年美国的财政资值可能会达到GDP的7% 它自己预算是6.2% 欧盟那边上限是3% 但是你借钱用到什么地方去呢 用到刺激你的产业补贴的投资 比如说新能源车 半导体 光伏 那么你越刺激的话 你的通胀就越高 所以呢 很多这个国家的行长们和财长们 都对美国表示不满 他就没有办法把它转移成 中国的过程产能 反过来说 中国这些产能是优质生产力的体现 它是有助于降低全球通胀的 这个咱们可以下一节再说 我们下一节就来关注香港的消息 到小节 欢迎回到金石财经 美联储维持高而久的高利率 那么这使得日元本身身不由己 在星期五跌到了将近157日元兑1美元 但对于人民币来说 在星期五 在收盘上升8个基点报7.2463 至于在股市表现方面 香港股市连续第5个交易日上涨 那么当中还包括了内房股 跟内许股都是涨势比较明显的 我们来看一下 在最近有个消息 瑞银中国内地和香港房地产研究部门 主管林振宏说 由于内地政府已经出台提振举措 预计内房市场会逐渐复苏 这是连续三年他们看淡之后 第一次对行业看法变得积极 而今天有个消息是 中房协议召开部分房企座谈 了解企业跟市场情况 相关政府部门的人士也与会 可以看到房地产市场 是不是也获得了支持 股市表现方面 港股延续强势 大部分蓝筹股向好 内房跟内需股涨幅居前 龙湖集团和中国海外表现最佳的蓝筹 科技股也是上扬的 京东涨6% 美团跟阿里巴巴涨超过3% 科技股收涨超过4.6% 我们看到横指在星期五上涨 2.12% 17651点 今天的盘中重上了17700点 国需指数升2.44% 科技股指数升4.61% 主板成交放量到1572亿港元 整个星期横指累计上涨 1427点涨幅8.79% 南向资金净流入11.74亿元 过去这五天港股每一天都上涨 我们来看一下这五天的涨势 星期一涨1.77% 星期二涨1.9% 星期三涨2.2% 星期四涨0.5% 星期五涨2.12% 连升五个交易日 在A股方面 内地股市星期五也是放量大涨 内地媒体引述国务院的报告显示了 会其中力量打造金融业国家队 消息等带动非营金融板块强势领涨 上证综指收盘 3088点涨1.17% 深层指9463点涨2.15% 创业板指数大涨3.34% 粮市成交突破万亿元水平 北向资金近买入224亿元 创下互生股通开通以来的新高记录 主要是新华社有这样的消息 说受到中国国务院委托 财政部副部长廖明做了 关于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专案报告选议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 和整改问责情况的报告 国务院提出要集中力量打造金融业国家队 内容包括了要有效发挥国有金融资本 在金融领域的主导作用 要适时合理调整国营金融资本 在银行保险证券等行业的比重 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最新的竞争力 最新的亮眼之处体 现在25号开始的北京汽车展 这个全球最大规模的汽车展之一 有很多的亮点 我们来关注一下 中国汽车市场的价格战不断上升 而随着四年的北京 阔别四年的北京车展 第18届北京国企汽车展览会 4月25号开罗了 吸引了超过1500多家 国内外汽车和零件制造商参加 但是全球第一次发布的车型 已经有117辆 跨国公司全球首发占了30辆 现场我们看到这一届的很大的一个概念 是新能源科技智能含金量十足 除了传统的老牌车企带来的亮眼车型之外 小米汽车华为鸿蒙两大品牌 也都是高调亮相 还有一个大家关注的 就是在最近刚刚向市场面试的小米的汽车 被称为叫做米时节 风头盖过了宝时节 小米汽车的创办人雷军就说 智能电动汽车产业下半场是智能化 而下半场现在刚刚开始 说智能化是汽车的灵魂 他们依据全年可以交付10万台的SUV汽车 小米敢进入汽车行业的底气 雷军说智能化就是汽车的灵魂失所在 也是他们进入这个行业的底气 至于未来 他们强调不会做混合动力 而CEO李宾相信 新能源汽车会整体转向纯电动 未来汽车会选择的是聚焦纯电动车型 广汽跟华为重启深度合作 明年一季度上市第一款的新车 财新网报道 这次合作主要在广汽传奇品牌 和华为车BU之间展开 广汽集团旗下的独立资本品牌 安安就强调 在智能驾驶方面坚持自研底层技术 日经新闻关注到这次的北京汽车展 说中国汽车在汽车的IT化方面走在前列 因为在全球最大的EV市场 中国这个市场 日系车系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小 不只是势力范围小 中国汽车的智能化越来越厉害 而中国汽车的智能化 跟手机的智能化衔接在二块 这个市场就真的没话说了 从中国的智能手机市场来说 华为现在也是很厉害的 华为第一季度的智能手机出货量增长超过了一倍 来自于数据公司IDC说 华为第一季度的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增长110% 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从上年同期的8.6%上升到17% 并驾齐驱的有荣耀 至于OPPO占了15.7%的份额 苹果的份额从上年同期的18%降到了15.6% 还有个分析说华为在前段时间推出的Pura 其实系列手机据说是使用最新的国版的本国的芯片 看到本国的芯片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而英国金融时报在24号发表的经济分析就说 中国在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还有专利申请等领域 领先海外竞争对手 相比之下 印度是一个贸易壁垒仍然很高的国家 只有中国才是下一个中国 也就是在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当中 中国还是最强的第二大经济体 印度要跑第三 还要再等一等 从这个季度的情况来看 华为的手机回来了 因为是有了国产的芯片 突破了美国的卡脖子 当然就是内蒙多说 可能比美国那个最好的芯片还是差一点 但是呢对于5G手机来说已经够用了 更关键的就是呢 华为为代表的这个智能驾驶 迅速地进入到中国的新能源车市场 这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雷军说的智能驾驶就是新的这个汽车的灵魂 再有呢就是智能驾驶它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应用 所以呢就出现刚才新闻报道里面说的 说这个传统燃油车的车主他用了新能源车之后 他基本上就不会退回去了 所以我也是前不久去了一趟东北 在晚上从沈阳那一位司机他来接我 他就是用自动驾驶从沈阳开到了安山 他以前是一个德国车的粉丝 买了一个豪华车 他说我用了这个车之后 30多万的刚刚降价的 也是去年卖的很好的一款车 他说我就不想用那个传统燃油车了 因为这个实在是太方便了 当然对于东北来说 他用的可能还是这个真诚式的新能源车 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冷嘛 但是我们说呢 现在这个技术正在全面的突破 市场的规模也在全面的突破临界点 这个市场的首先就是技术突破 就是你的性价比一定要比燃油车好 在中国已经是实现了 当然就是中间可能有一个过渡 就是这个新能源车而不是纯电车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应用场景正在快速的突破 所以丰田本身 他是一直抗拒这个事情的 他在美国那个传统的 这个燃油式的混动车卖的也不错 但是呢在中国这边 他就得选择和中国的IT企业来进行智能化的合作 因为他自己实在是搞不定 所以他说呢是到2025年才能够推出 用语音来指挥汽车里边的空调 这个已经晚了 对吧 那更重要的是如果说智能化成功了 下一步就是智能和路和交通统一进行联网 再一个呢就是呢 把这个电动车变成一个储能产品 它和整个电网和整个应对气候变化 形成一个有机的组合 我们看文会今天说的中国电动车 还有手机的崛起是以心智生产力影响全球 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